大家好 我是方姐 今天又是睡了懒觉 因为我睡懒觉是怎么的 我起来的 我睡的比较晚 然后天气 今年就是坏天气 就是一年一天当中有发生 一年四季的天气 在一天当中发生 今年提前到三月份 我在床上的时候呢 我老公去上班了嘛 他给我发信息 他说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的糟糕 你最好不要出门 就在家呆着吧 他说今年的天 四月份的天气提前 三月份来了 那早饭也得吃了你看 我今天早饭吃的还可以吧 那两个鸡蛋 老公做的这个面包 然后配上这个黄油 黄油是必不可扫的 改不了 人家都说吃黄油会发胖 那取决于你吃的多少 对吧 不过我吃黄油 那真的是抹的厚厚的一层 讲一个笑话 前几年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我们到泰国去旅游 到那个巴提亚去旅游 住在这个酒店里头 然后呢我们早上去吃早餐 热嘛 然后人家把那个黄油做的跟冰淇淋似的 我啊 那个时候我还不怎么习惯吃黄油的嘛 我就说 哎呀我说老公 我说他们送的这个 早上怎么就送个冰淇淋给我了呢 就是他弄的那花跟冰淇淋一样的 放到那个杯子里头的 我老公说这是黄油 我说这是黄油吗 我说我那个卖 我擦那一口舔下去 我以为是冰淇淋呢 你说这乡下人进城啊 不知道啊 好了 现在就是吃早饭咯 早饭一定要吃 早上要吃好 中午要吃饱 晚上要吃少 这是最好的 而且你每次吃饭的时候 千万不要吃全饱 吃个六分熟 六成就百分之六十的饱了 你是最好的 对身体是最好的 不要给你的胃啊 给你的身体啊 新陈代谢增加负担 如果你吃全饱的话 那对身体可不好了 现在开始吃早饭 大家都说我吃饭挺自愈的 那本来就是嘛 你吃东西那肯定的咯 明以食为天嘛 还有健康的身体 那也肯定是源自于吃嘛 你不可能光运动不吃东西 那不饿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吃还是咱们要吃的好一点 吃得开心就好 我抹黄油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这个黄油我就 爱上它了 看 我抹黄油抹这么多 好吃 我妈会说 你吃这个干不拉扎的东西 你能受得了啊 还有就那么一点点 不饿吗 没有啊 没有啊 还好啊 它卡路里高啊 有一次啊 那是 17年的时候 我当我爸妈和我现在老公见面了嘛 在家里头人 在无锡 请他们吃饭 然后跟我妈开了个酒店 我爸和我妈第一次住贵酒店 说不习惯 早上带他们到楼下去吃饭去 哇哩个天哪 我老妈 我往那个大美洲 喝了两碗 不包括其他所有的吃的 我老公都是傻眼的 你老妈怎么这么能吃 我说我老妈很能吃 因为干体力的嘛 农村人 特别能吃 我妈他们来的比较晚 第一次见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 我说我们要给我妈们准备礼物 给我爸和我妈买衣服什么的 到无锡有温 就是商业大厂 就现在改成叫大东方百货 就是跟那种什么大的商场一样的 我说到里头给他挑衣服去 因为第一次见面嘛 那你追起马累给一点 我爸跟我妈害羞不肯去 不肯去那怎么办呢 走的时候 第二天他就走了嘛 我爸从老家过来了 然后就给他塞了2500块钱 因为我老公那个卡里头 在国外吃不了多少钱 要一天取2000还是多少 要分两天取 所以呢 就给他2500 我爸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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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不是很想 我一定塞 塞给我我妈口袋里 拿着的 我说你们拿着钱买点衣服 喜欢吃的东西 还债了 你说我爸跟我妈 我妈跟我爸一辈子 真的是没有想到福啊 家里的姊妹三个 我老大嘛 累死了 你想想看一个农村家里有三个娃 以前家里种地还要交税啊 就是交粮食给国家嘛 现在是不用交了 政策越来越好 累死了 跟三个孩子上学 累不累 肚子都累弯掉了 舌掉了 我妈呢 那时候喜欢喝酒抽烟堵钱 我妈呢 点心的娘家妇女 连打麻将都不咋会 一辈子也就摸过几次麻将吧 更别提其他的消遣的娱乐的 那都没有 花松品擦脸的 后来我给他系的 衣服啊 我看中了我从淘宝 我就优给他 别的都没有 嗯 这个还挺好吃的 继续吃 今天早上把它吃完 饭也吃好了 现在就把这个 这一箱包裹 这箱包裹还挺中的嘞 这个里头是涂料 我们家以前租的那个房子里头 的涂料啊 就是 墙壁上的嘛 那个涂料很贵 然后我老公就买了两桶 一桶五公斤 然后用掉了五公斤 还剩下一桶 然后他就自己在这个 德国有个 二手的 叫eBay上面 他把卖掉了 卖掉了之后呢 要寄给人家去 他把所有东西弄好了之后 让我抱到 我们这边的海马斯去 海马斯走过去 就在我们那边 等车这个地方 有一个 卖彩票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给他抱着 出去 也挺沉的 五公斤的 看这是 这边是晴天 这边就是阴天 现在我在我 已经把包裹送过去了 这是我们的市政厅 就是办理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办 雨要下下来了吗 赶紧走回家 今天晚上呢 打算包馄饨 这个是做沙拉那个青菜 我觉得这个青菜 因为第一个它比较嫩 而且好切 这个就是上次买的 从亚草里头都买的 龙虾角皮呢 我这个我就把它当成 混饨皮包 然后呢 这个是昨天做的水煎包子嘛 剩下的肉 正好掺上这个青菜一起 应该很好吃 看馅已经换好 就是已经拌好了 你看 但是青菜多一点好吃呀 不错吧 等会我老公回来 我就可以包了 现在天也黑了 就开始准备包馄饨啦 包馄饨也最好是 拿一个小碗装点水 因为它的皮比较干 真的好薄呀 给它四周给它沾上水 我是第二次自己包馄饨 什么东西都要尝试一下 现在我们就把 哎呀这个肉馅 这个馅多了 就这样给它捏紧一点 哎呀 哎呀 它这个馅的东西 太多了 把它给沾上 给它 馅多了 就不行了 包好一个 再包第二个 这下就知道了 少放一点馅 好 煮的 就这么瞎包喂 自己家吃 好吃就行 再继续 它上面怎么这么多个面呢 搞不到 有的人是直接把这一勒就好的那种 现在包馄饨我掌握技巧了 是这样子的 你把这个馄饨的皮 给它拿开来之后 你要四边沾上水 然后放适当的 这个不能像饺子一样 放那么多的馅 要适当的放一些 不能放太多 放太多你就包合不起来 看这样放好 放好之后把它叠起来 这样子对折 四边给它捏起来 捏起之后你就把这一面 看这个把它溃过来 就是让它这样叠起来 这样是防止馅出来嘛 然后你就开始这样子 这样子一捏 这就好了 就一个馄饨就好了 是不是挺快的呀 我觉得还挺快的 难得不会会得不难对吧 看馄饨包好了 包的不是很好看啊 但是好吃就行呀 对不对 今天我们吃的是汤馄饨 所以呢 香就是五香豆干 我切成丝 然后金针菇 香菜 还有这个紫菜 紫菜的话已经给它泡好了 等会就烧汤 因为汤馄饨嘛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小虾米 就是那种小虾米呀 可以放在里头的 没有 就这么地吧 现在下馄饨咯 水开咯 二对 三对 四对 五对 六 七 八 九呀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六个 看我老公也回来了 馄饨也好啦 看看这个馄饨大馄饨 这个馄饨它是黄色的 里头肯定放了很多鸡蛋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做的这个汤 现在可以盛起来了 这上次买的这个漏勺 很好啊 在亚超买的 我老公说他吃十个 这个大的看就好盛 你看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八个这里 就二十个 九个十个 十个 现在把这个 煮好的这个汤啊 浇在上面去 就是缺少那种小虾米 那就更好了 你吃这样的馄饨好不好 再放你香菜上 我老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吃了 嗯 好吃吗 嗯 真的好吃 嗯 这些汤 你可以喝 因为这些汤 我煮的 这些汤 我煮的汤 汤馄饨 中国人叫做汤馄饨 看我的馄饨 是不是不错啊 这个汤馄饨 对 这个汤馄饨 我老公要吃了 像这样吗 你可以尝尝 一会儿 不足够 你需要更多 他倒了酱油 我给他拿过来 因为我太了解他了 你看他要再动一点 自己自量的 他喜欢吃馄饨的 饺子也喜欢吃 包子也喜欢吃 大饼油条 油条他没吃过 我老公吃 又用筷子又用刀叉 你说说他 我是只要用筷子就好了 不是自己夸 这个馄饨真好吃 我这次没有 把汤里头放麻油 芝麻油没放 还不要每次都是 有芝麻油的味道吗 麻油 这味道真好吃 这味道真好吃 我老公说 他看这个有点像 意大利的 Totterini How do you say 嗯哼 嗯哼 意大利也有像那种 我说他那种跟我这比 他那种完全没有我们这个好吃 tastes so good 青菜 鲜得不得 他吃10个我吃16个 馄饨肯定好吃 因为他皮比较薄 有点利的 Totterini 和和俄罗斯的 他怎么说的 我不知道 这是俄罗斯的 嗯哼 对 俄罗斯的 他们有这种好吃 我们咱中国这种做的话 它里头肉就是肉 它皮比较薄 他们做的皮有点厚 Bini is something else 它是柠菜 是柠菜 是柠菜 有点 是柠菜 咱们吃柠菜 你吃柠菜 是柠菜 我看 柠菜 是柠菜 但是这就是柠菜 还有一个柠菜 很柠菜 我咱看 哦,都是混沌 但是有土豆在里面 只有有土豆在里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中国有很多不同的 三鲜的 海鲜饺子 素菜饺子 我们有三鲜馄饨 有纯肉馄饨 素菜馄饨 还有海鲜馄饨 各种各样的馄饨 嗯,好吃 暖暖的 因为今天天气不好 刚才已经下雨了 凉凉的 凉瘦瘦的那种感觉 回来 一碗热汤 加了这个,馄饨 瞬间把我们家老公的味 瞬间暖化了 是不是 You feel warm when you eat it 不错吧 其实馄饨很好包 比饺子好包 因为饺子里要... 擀饺子皮 馄饨的话 一直要包就好了 而且馄饨皮特薄 一口咬下去全是肉 嗯,真好吃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明天就是我们三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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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安 如果你们喜欢我,就订阅我吧 方姐每天会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日常 还有做好吃的给大家看一看 也是从不会到会的 对吧 还有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还有自己平时的感想 如果你们喜欢我就订阅我 每天听我唠叨唠叨 好了咱们明天见 拜拜